兄弟们买一台二手的无音机还需要抢吗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mini 3 Pro 这款机型是2022年发布的 距今已经有三年了 但我发现在二手平台居然需要抢 大家好 我是爱折腾的小杰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也爱折腾爱生活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我和女助理我们两个人连续抢了三四天 才抢到了一台 为什么都已经三年了 这台机器在二手平台还是这么热门呢 为什么说要抢呢 就是打开二手平台以后 刚刚搜索完 点开第一个 简单的和卖家沟通了解一下 飞机是否撞过维修过 这对于买二手无音机了解一下 是很正常的对吧 但是我大概蹲守了有十几台 主要是你刚打完字 或者是等对方回复的期间 这个飞机就被卖掉了 这一台呢是我好不容易抢到的 就这个火爆程度呢 二手的机器你想抢价都很难 我买这个是3500 带唱飞套装 三级电池循环度在38 37次左右 为什么要买这个机器呢 是因为过年期间我也不回家了 打算在三亚这边 然后做一些直播 过年期间在这也没什么事 使用四季模块的 没事可以在城市里面飞一飞 迷你三pro 这是迷你系列第一款支持四季模块的飞机 这个飞机刚出的时候非常火 石头航牌是我经常看的 当时它的直播是哪里危险飞哪里 而且这款机器也是大将玉pro以后 第二款支持 可以切换树牌的无人机 我这个呢是普控摇红器 有一个带屏控的没有抢到 刚拍完以后人家就不给发货 大家可能要问了 为啥不买全项B帐的迷你四呢 我觉得呢如果想买迷你四的价格 就不如直接添点钱买R3S了 东北的老家还有一台R3 而且玩航拍年头多的呢 一般很少用B帐 一些小小的空间使用B帐反倒很麻烦 因为搬家东西太多呢 所有的飞机都没有带过来 刚到海南的时候就买了一家迷你四K 可惜的是迷你四K不支持四季模块 看一下两台飞机的外观 其实差不多 迷你三的讲页会更长一些 迷你三的镜头会探出来一些 携带的时候呢必须扣上镜头保护罩 而迷你四K的结构呢 我平时就不需要扣镜头保护罩 放在包里会更方便携带 迷你三的镜头传感器呢 也要比迷你四K大一些 教大家验集的时候 如何查看飞机竟没进过水 我劝出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白色的小贴纸 如果它变红了 就说明飞机主板进过水或者受过潮 这个呢是他给带的一个四季模块 服务时间呢大概还有半年左右 我现在给他查一张我的手机卡 一会儿咱们出去飞一下 这个是他带的3D打印支架 可以挂在飞机的底部 它这个数据线呢也不是官方的 应该是为了减重那种DMI数据线 看一下它的重量 数据线2克 四G模块加手机卡一共是14克 模块支架是4克 全部加在一起一共21克 对于迷你三来说21克没有任何压力 咱们看一下电池管家 一共是415克 长续航电池120克 标准续航电池是80克 也可以称它为低续航电池 它这个四G模块的支架呢 需要卡在电池上 每次换电池呢都需要把这个模块拿下来 感觉挺麻烦 我又去买了一个在飞机上面的支架 等到了再体验一下看哪个更方便 数据线就直接查到飞机上面的Type-C接口 看一下它带的这个卡 是一张64G的存储卡 品牌不太常见 通过序列号到大家的官网 查询了一下这个机器 随心换是一年版的 但它一共买了两年 每年都换过一台飞机 最后的到期时间是24年7月份 售后维修记录也是有的 说明这台机器也是维修过的 但是在官方的维修呢 一般问题不会太大 就怕拿胶垂自己粘的那种维修 那个是不敢买的 飞机开机以后没多一会儿呢 它就高温报警了 低轻伤的说法是高温 高轻伤是静置时间过久 咱们听一下大家这个词拽的 多专业 想要更新固件 或者调试一下飞机的配置信息呢 就需要使用这个暴力风扇吹一下 是隔一会儿吹一下 这样可以避免飞机过热关机 飞机的内部风道设计也很好 吹几秒钟温度就明显下降 拿在手里呢就不会那么烫手了 飞机降温以后呢 我就拿出去准备给它起飞 我租的这个房子呢 外面是一个长廊 正好方便飞飞机 已经习惯了手持起飞 迷你三的逻辑呢 跟其他飞机有点区别 其他的大将机器呢 只要启动楼天降以后 松开手就会自己飞起来 而这款机器呢 必须要打上升杆才行 切换手机以后是无法使用的 切换设备以后呢 4G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关闭再打开也是不行的 还好飞机离得近 现在遥控器还能连上 说明大将对4G模块的管控规则 还是比较严格的 无奈呢我就把飞机收回来以后 又重新起飞了一次 飞机落地以后 再次打开4G模块就正常了 这就意味着4G模块在飞行的时候 如果手机没电了 更换手机后是没法重新连接飞机的 有人说可以让它自动返航 但常用4G模块的通常失控行为呢 都是悬停 因为我们在使用4G模块飞行的时候 自动切换基站呢 就会卡断一会儿 切换这个断连的过程呢 飞机就会自动返航 通常我们会设置成悬停 让带4G模块的飞机悬停一会儿 它就会自动切换到下一个基站 那如果咱们飞行的时候 突然间手机没电了 4G模块无法连接 那这个飞机就会一直悬停在原地了 大家说这算不算一个bug呢 接下来大家去看一下沙滩 距我这里一共有三公里左右 也看一下在我这个区域的移动基站信号怎么样 好了已经到海边了 不得不说竖屏拍摄真的是挺舒服 不用再裁画面了 原来使用mini4K呢 需要使用4K的分辨率 然后裁出中间的一小块 再进行剪视频 那样的话画质会有些损失 最主要的是会让镜头变窄 我需要离很远构图 然后给后期的裁剪留出空间 飞行了大概20分钟左右 现在电池还有30多 现在飞行是3.3公里 现在咱们就往回返航吧 我带的区域呢是三亚的崖州区 这里呢遍地都是新楼盘 我看了一下当地最大的产业链呢 就是房产中介 电量低 请及时返航 现在还有27的电量 返航距离是2公里 这个电池呢是接近40次循环 我对它的性能呢并不了解 所以也有点担心 但是大江的这个四级模块体验是真的好 之前呢我也有体验过哈伯斯那四级模块 图传的画面非常糊 而且呢它那个模块断链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我之前的视频呢也有发过 然后呢我就非常的不喜欢去玩那台黑鹅二号 三亚这里呢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 初不了解呢都是有名额的 都不是随便来了就可以上 等明年想带孩子来呢也是个挺麻烦的一件事 不过好在呢我现在再申请落户 现在我从平板切换到手机 使用手机出去以后把飞机收回来 平板切换到手机呢也是没法启用四级的 飞机降落呢还有9%的电量 总体飞行时间29分钟 只可惜这台飞机呢卖家已经把固件升级到最新 如果想折腾电池呢我需要再买一台 只要低于009的固件呢就可以折腾 008 007都可以降到006固件 006版本就可以通过刷机找回电池密码 找回密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DI这种电池了 不管是外挂电池还是换成大容量 或者是换成21700都是可以 一个小支架解决大问题 迷你三匹默认的支架是放在飞机的下面 数据线呢要绕过电池插到飞机的上方 这样每次携带呢就不太方便 因为它的凸起没法放进收纳包里 即使大将自带的包呢放起来也比较困难 最主要每次更换电池的时候呢 需要把它完全拆下来 我就去买了一个这样的支架 还带了一条天线和数据线 消费27元 看一下这东西的重量 加数据线是13克 贴线的重量是6克 再看一下原来的下支架是7克 把4G模块装进去咱们试一下 大小还刚刚好 最后咱们扣上飞机 插上这根超级短的数据线 这样每次咱们换电池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拆下模块了 看着是否有点眼熟呢 咱们看一下玉3 Pro 玉3 Pro的设计呢就是在上方 再看看咱们的小青蛙 一个小配件感觉便利度瞬间就提升了 这回呢咱们再装进包里 就可以很方便的携带了 因为以前安装麻烦 短途飞行呢经常不带4G模块 但飞到建筑身后的时候呢就后悔了 这样就可以更高效的利用4G模块了 那么大家担心的问题呢 我也担心 就是GPS模块会被遮挡 网络上也有两种声音 一种说遮挡以后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否有影响呢 咱们还是应该飞一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天线的问题 大家都说大将的模块里面带了内置天线 不需要外置天线了 但是大将I23系列呢 就给了一个天线的外置功能 而且模块装到飞机上方呢 在高飞的时候 模块接受信号我觉得会变差一些 有没有测试过的飞游 这个天线到底有没有增强4G信号的作用呢 它增加了6颗的重量 如果没作用的话 我以后也不用它了 不用它呢也会变得更简洁 更好看 现在咱们验证一下4G模块 然后出去飞一下 第一次启动流行桨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飞机在那自己转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在门口装的一个监控牌的 平时用来收快地用的 门口有个监控的还是挺方便 咱们现在呢已经飞到室外了 咱们准备在这里开始搜星 今天外面的云层呢比较厚 搜星的速度还算可以 然后呢咱们去飞一圈 顺便看一下4G模块 在飞机的上方有没有影响 我住的这里呢 移动信号非常的差 也找过移动来 他们周边呢没有信号基站 现在我是在小区内飞的 GPS信号呢还算可以接受 就是飞机端的信号比较差 现在咱们低飞一下 把飞机降低 现在4G信号的稳定性非常差 总是没信号飞机端 这条路呢是新修的 还没有通车 刚才已经提示了好几次的 自动返航了 都被我取消了 说明4G模块在失控行为呢 应该还是原地悬停 不应该返航 简单的飞了一会儿 低空信号还算可以 我测试下来 4G模块放在GPS上面呢 对信号的影响并不大 从目前的体验来看呢 这个支架是非常实用 增加了便携度以后呢 就更喜欢使用4G模块飞行了 这样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迷你3P这款机器呢 在使用4G模块的飞机里呢 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款 也就是说迷你系列 我目前是最喜欢的一款了 即使炸机或者飞丢呢 经济损失也是在我可接受的范围内了 如果使用预算或者是2SIS这种机器呢 飞机炸机以后 维修的成本或者是换新的成本呢 都比较高 如果是飞丢的话 那可能要心疼很久很久 Ringy呢就像我们买车一样 虽然咬咬牙都能买得起 但也要考虑保养和维修的费用 如果是E3 Pro买了保险 炸机后置换的成本也要1000块 其实这些呢 都应该计算在我们的玩机成本里 那如果是经济不允许 分期购买的 飞丢一次更是雪上加霜了 哦对了 刚才忘给大家演示开机方式了 这个模块装上以后呢 挡住了开机键 但是这个模块支架呢 特意给设计了一个开机按键 通过模块的拓展 完全不影响开机 最后我的总结就是 想以最低的成本体验 四季模块的飞行快乐 那就是飞迷你3T莫属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咱们再见 感谢观看